我第一天退休的時候 突然感覺不必急著刷牙 那真的很舒服 這件事情是活了六十幾歲才感覺到的 我退休是六十二歲 本來我是計劃55歲退休 因為我很年輕的時候就投入職場了 所以六十二歲對我來講已經算慢了七年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為別人 不管是為公司 為家人 一定要留一點空間給自己 因為只有退休可以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他學昆蟲攝影 把五顏六色的昆蟲樣貌收盡眼裡 我拍了應該有十年 我的身體也是因為拍昆蟲變好的 因為你如果只有單獨說為了健身去爬山 你會找很多理由 他修理鐘表賦予靜職的時間再次轉動的魔力 我在修理鐘表的時候我把自己當成是一個醫生 我比醫生幸運的就是他失守的時候人就再見了 我這個失守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我把他救活他真的是跟人一樣 他一樣會有生命 一樣會頻率在那邊一直跳 五十歲決定學繪畫 打算花上一萬個小時來完成這個興趣 並且開畫展 而這個目標即將在明年完成 一萬個小時我在五十歲開始 六十五歲必須要學成 我算好了就是平靜一天兩個小時 我一年花七百個小時 要十五年 五十歲加十五年六十五歲 我明年六十五歲 我現在已經九千多個小時了 就證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中間真的沒有間斷的在旅行這件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有一個夢想 我退休以後要做什麼事情 我在四十歲的時候就已經覺得 這樣是不對的 我妹妹就是退休前後一兩年過世 所以她幾乎所有夢想 出國旅遊啊 就是她發現癌症以後 匆匆忙忙的把它做完 退休是一件人生最大的志業 因為那是為你自己 其實我是在退休的十年到十五年之前 就已經很有系統的在規劃了 嚴格講起來哪一天要走不是你可以決定的 就是生命的長度是上帝在控制的 可是生命的寬度是你自己決定的 是你自己決定的 所以說到床了 為你把他壓力得住 尖延 不僅多了 你群人也不想睡 也不想睡 我對你 我希望你能說